真的很好很漂亮 尤其苏州你知道我最喜欢那一块吗 就是这一块 现在就把镜头给大家转过去看一下 你先给大家看一下苏州的路 你看这才叫路 马路多宽 然后你再转过去给大家看一下太湖 怎么样漂亮不漂亮 如果你要一个来苏州的理由 那我想这就是理由 我把车便到边上去看一下 你把镜头对到太湖看一下 看到了吗 太湖漂亮不漂亮 然后你再把镜头对到那边 你可以拉近一点 把太湖和那个地方拉近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整个住在这边的人 非常非常的舒服 非常惬意 太湖边散散步 路营钓钓鱼 这都是不受费类啊 天然的绿色屏障 这就是苏州著名的 无江太湖进城 整个前面这片绿色的植被 看一下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看到了吗 全国最宜居的城市 我觉得就是苏州 房价呢不那么高 整个居住的这个环境呢 非常的惬意 空气湿润 而人温也很好 大家都会有素质 而且里边住着啊 非常的安静 这是东太湖 生态园啊 这里面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感谢我带大家去里面看一下 里面呢 各种的鲜花 各种的这个植被 都是免费管团 你在别的城市的话 不得收个费 卷起来 我以前在北京 走过走过的大江南北以后 就选择了来苏州定居啊 然后来苏州一年多 整个居住体验啊 各方面都特别的好 如果在北京或者上海的朋友 呃 就是觉得比票太累太压抑了 想在苏州来发展 来定居的话 可以跟我做个联系 我来这边呢 一言多 我不敢说我的这个人脉有多广啊 就如果大家要买个房子呀 或者大家买个车子呀 或者大家有什么居住 或者说出行 或者大家想在这边有想办的事 嗯 有那么一点点的资源 现在我们进入城市里面了 你看整个城市的屋面 多么的干净 马路多么的宽 一再有的城市啊 那马路太爱情了 可能这样的公园啊 在别的城市可能 就是只有一个 在苏州你看到处都是 你看那边 有点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 中国在苏州如果说缺点的话 那只有一个 就是苏州呢 没有机场 但是呢 它离上海经常就很惊讶 那就是苏州的教育 如果你的户口是在外里 比如说你在甘肃 陕西 或者在山东一些城市 或者包括安徽也都是 一定不要转过来 一定就在老家放着 因为现在苏州放开了限购 如果你要把户口转过来 那以后未来孩子搞好 非常的难 因为太卷了 但如果你的户口没有转过来 在老家的话 你就会非常占优势 因为你可以享受 苏州先进的教育 然后在老家 让孩子未来参加高考 这个是非常占优势的 我之前在北京八年多 我和北京的同事 在一块工作 我老觉得我和他们一样 因为我和北京同事的工资差不多 所以我就陷入了一个误区 我觉得我跟他一样的 没什么区别呀 但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 认知的提高 我慢慢发现 我和人家的差距太大了 首先第一点 人家的工资虽然和我一样 但人家有房呀 第二点 虽然我和他的工资一样 但我们的阶层不一样呀 人家的父母可能就是已经是很有权势的人了 第三点 虽然工资一样 但从小到大的一个收脑环境是不一样的 这你很难去改变 这个命运的改变呀 也不是说通过我这一代就能改变得了 就像我爷爷跟我说的一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所以我这一代呢 就先缓冲一下 我先来苏州 等未来呢 我下一代的时候 去这个北京上海 如果这个北京上海